我这次来到了位于德州西南部的Big Bang国家公园 在这里不但可以徒步到达峡谷的最底部 感受高耸的岩壁带来的震撼感 而且这里还可以汤水跨境到墨西哥 体验古老小镇Bokilas的生活 除了这些公园里更是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值得一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处于美墨边境的国家公园吧 可以出境的Bokilas小镇在公园的最东南面 从公园的西门进入需要开车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 我首先抵达了距离小镇不远的Bokilas Canyon Trail OK 我现在就到它这个Bokilas Canyon Trail入口 它这个很有意思 它说这个你几年之前的问题准备好了没有 不要成为这里的一个数据 就是你要出什么事的话 你不就会被记录在岸吗 这二枚爬井沫就已经绝快热得不行了 爬了一段山发现了一个大哥和他的狗在那里 这么热的天也不找遮蔽物也是倔强 他好像在疲惫 他已经感觉热了 我已经感觉热了 对 对 哇 这个就是我们要过去的大峡谷 它前面还有一个卖艺术品 这个也是自助式的 可是你喜欢哪个然后就把前面的风格 然后看上面还标着价钱 哇 前面现在就已经到它这个峡谷的入口了 非常壮观 Bokilas Canyon是Big Ben国家公园中最著名的峡谷之一 位于公园的东部 紧挨着墨西哥的Kawawala州 这个壮观的峡谷是由Rio Grande河切割而称 而公园的名字也源于该河流经所形成的巨大湾区 这里峡谷的岩壁高耸 最高点可达366米 哇 它前面还有牛 在这吃草呢 看它前面这个山 它这上面都是洞 哇 现在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就整个看起来是另外一个景色了 回来路上没想到大哥还在那里 他也是热的不行就和我去拿水 原来前面看到的那个卖工艺品的地方 就是他哥哥的 而他呢就在靠近这个步道的外面 他这里出入境每天只有9到4点开门 所以要看好时间 如果关门前回不来 那可要在墨西哥过夜啊 OK 现在就是我准备从它这个边境穿过去 到那个墨西哥那边看一看 这个应该是我见过最小的边境站了 只能允许12个人在这个屋子里 不过还好当天的人不是很多 它这里连个指示牌子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墨西哥在哪 走了一段时间看见了一条河 那等于是跨我这条河才刚才是墨西哥那边 哦 可以直接淌水过去 就不用坐船了 so we can just go like walk cross 原来我跨这条河就是分割 美国和墨西哥的Rio Grande 是不过最近雨水不多 小河比较浅 可以体验一下汤水过河 你在我的家吗 是的 你在我的家 OK 本来是没计划去骑马 不过大哥很是热情 就答应了 和大哥聊天得知他只有两匹马 平常人是比较多 不过现在天气开始变热 来的人也就比较少了 大大小镇有一脉的距离 就算骑着马感觉也还挺远的 大小镇 正在这边 我的家 哦 哇 这个是外面 我的名字是汤墨 汤墨 食物怎么样 看 这是他这边的taco 这是8块钱一份 一个套餐 对它味道就多了 要不然它这个肉没有什么味道 而且它是猪肉 它这质感又不错 口感不是太好的 所以加一个比较多 然后就好多了 How many beer you drink every day? 30 30 但是今天可能是8块钱 8块钱? 5块钱 你懂吗 没有其他地方 但是只是 beer 其他地方 现在就是吃完它那个taco 出来转一转在街上 它这边就是很像是那种 就是游牧的一个村庄 这边都是这种畜牧叶 养殖的这个马呀什么的 Bokela小镇位于墨西哥北部的 科巴巴拉州 另外一面就是紧挨着美国 德克萨斯州的 Big Bang国家公园 不难看出这个小镇 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会迎来很多的游客 转了一圈后 发现这里的人 基本上保持着一种 传统的生活方式 现在应该是主要 以旅游业为主 它这个小镇 就是给我一个感觉 特别像西藏那边 一个是它这个都是 羊马呀 畜牧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这个云彩 感觉就是特别的白 也是特别的低 它这个小镇其实不是很大 然后我现在就差不多了 其实就转完了整根 然后现在就差不多 往回走 回去前我跟着大哥 来到了他的屋子 还看到了他的另一匹马 我也是付钱的时候才知道 他这个骑马的费用 已经包括了导游的费用 回去的路上已经快下午四点 有点热的受不了了 可这才五月 不知道大哥他们到了夏天 是怎么过的 How are you guys? Going to the river Going to the house And you know Not too much people crossing Ok my friend Thank you so much Ok 现在我们就赶紧要到那里面 它四点就关门了 现在已经三点四十五左右了 进入边境站 里面的边境巡警 应该也是知道外面热的不行 还很贴心的把电风扇拿了过来 这应该是遇到过的最热情的入境经历了 Ok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他的这个Cynic Drive 它这个就是专门为这边的风景 设置了一条开车的路线 然后我们到这边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拍照出一些好看的图片 能看一位身后就是这个山 然后还有一条路 它这个就是很好看 这个路然后然后就把人的视线引到了那条山的上面 看见了现在就感觉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先准备去Maverick的一个offroad 然后它是可以直接通到最南边的一个大峡谷 整个国家公园我感觉最好玩的地方 应该是南边的这条线 你可以先是沿着它的offroad 一路通向Santa Lina Canyon 快掉的时候还可以从远处看到那个峡谷的巨大开口 我已经能看见那个Santa Lina那个大峡谷 它还是就是雾蒙蒙的 而且能看见它那个开口 哇从这看好像是一堵大的墙啊 现在就是我们到离这个大峡谷不远的一个地方 应该马上就到了 然后感觉这里非常适合拍照 从这里看的感觉是非常好 而且边上还有这条路 可以当做参照物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这个大峡谷是有多么的壮观 去到它的trill前 可以先在它的观景台看到它的全貌 OK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Santa Lina的 这个峡谷的一个overlook 这是在它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峡谷的全貌 这个还是挺壮观 现在我们就准备去它的这个trill 这个Santa Lina 然后呢就是可以直接走到它这个峡谷缝隙之间 我们去看一下 哇 现在我们就是已经到了它这个trill 可以看见它这大开口非常大 左边的那个峡谷是墨西哥的 右边的是美国的 它是这条河把这个美墨两边给分开了 我们现在就到它这个峡谷的最底下 然后可以看到右前面 它是有这个步道可以爬上去看的 我们先到哪上面去看 但是现在就发现个问题 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过去的 嗨 是那是那边的? 是那边的 是那边的 我认识是那边的 是那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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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有点热带雨淋的感觉 穿梭在里面 看它这边还是都给你砌成了水泥的托着道 然后可以沿着它这个上去 哇 它这还挺高的 它这有一个牌子叫looking back 能看见后面整个这一片山谷底下 这远处还有一辆车 不知道你看得见吧 那应该就是边境巡逻 因为它这边就是也是比较容易穿越过来 尤其是它这个水位比较低的时候 应该有人可以走进来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山头呢 就是美国这边 所以夏季之前我发现 你看前面有一个应该是从这山上掉了大小块的石头 还挺方方正正的 像豆腐一样 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掉下来的 哇 它这批个大石头 是怎么下来的 现在是在这个大石头的后面 好像这个石头就从天而降一样 在它这个山头上看不到类似形状的 身后就是这个大峡谷 这应该是这里最佳拍照地点 所以来这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点来打卡 OK 现在我们就到了河的底部 我们下到它这个河道里看一看 它这个峡谷底部应该是我能走最远的地方 要不然就得蹚水过去了 可以看一下它这峡谷是多么的高 我们再临走前准备感受一下它这个石头 最后触摸一下 感受一下这上千万年的痕迹历史遗迹 就是现在往回看 你看它这个峡谷的这个墙壁都是一层一层的 它这个肯定得有上千万年的时间 从Santa Lina Canyon出来后 可以顺着Cynic Drive出去 还会先遇到一个当时在这里牧场的遗址 OK 现在我们到了它的一个trail 然后这边它就是有一些遗址在里面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入口 写的是往返一脉 还好不算很长 现在就准备进去了 它这个写的是一片农耕人的住宅的一片遗址 不过今天天非常热 38度 不过还好现在已经是快傍晚了 Big Band是在1935年 德克萨斯州将这片土地转让给联邦政府 允许其开发Big Band国家公园的 现在终于看前面就有一栋 它这个房子 应该都是复原的 不像是当年的那种遗迹 但是它把这个都封死了 它这个是只剩下地基了 我刚才到了这儿 才发现它写的这个是1918年的时候 一个叫Sablet 莫莉莎一个奶奶在这边建的房子 这是它房子的遗址 这个遗址就是当时在这里的农场主Sablet家族 它这个遗址周围视野非常好 这可能就是当时他们选这里的一个原因 这边就看见了 它这片遗址 孤零零的一座房子 它这个砖就是泥跟那个石头 什么混合在一起的 他们家因为在这个地区 引入了机器化农业而出名 我们刚看到的那个山脚下的小房子 是以前农场工人的住处 不过James Sablet和他的妻子Melissa 曾经的土皮房现在只剩下地基了 保存最完整的就是这个 由Sablet的商业伙伴兼女婿 Albert Dorgan建造的土皮室屋 不过现在这座房屋仅剩下了前面的 墙面和壁炉 哇它这个真的是 整个的这风景都是尽收眼底 难怪说他们家之前有460多亩地 整个下面全是 这肯定在上面一下全部都可以看见 回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夕阳 这个绝对是拍照的好机会 哇现在我们就是去它这个window trail 这边是可以看见太阳落山 但是它这个最近的一条路就是要穿过它这个露营地 我现在就已经到了它这个window trail 然后顺着它这条路往下走 然后还有一个小时太阳落山 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赏的点 哇现在我们就是到了它这个visit center那边 一路下来最完美也不过是在夕阳中结束这一天的旅程 我们下来最完美也不过是在那边 我们下来最完美也不过是在那边 我们下来最完美也不过是在那边